乌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看到的动物 它是到现在为止作为古老的一种爬行动物 很多人在没事的时候就会在家里养上一只乌龟 毕竟它们的寿命都是很长的 而且很安静 不需要人们过多的照顾 在无聊孤单的时候还可以和它们说说话 总之在我们的印象中 乌龟是特别安静的 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麻烦 但前段时间却有很多消息称 一位女子在野外捡婚了一只奇怪的乌龟 朋友看到后就让它赶紧报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快点来瞧瞧吧 根据我们的了解 当天这位女子突然来了兴致 就叫上朋友到野外玩 在游玩的过程中 她路过一个很大的池塘 因为正好要吃饭了 这位女子却决定在这个池塘里洗下手 而她在洗手时就发现了一只乌龟 这个乌龟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所看的是完全不同的 她的体积很小 但脖子很长 如果人们不仔细查看的话 还以为是一条蛇钻进了乌龟壳里 女子觉得她很奇特 就立即将其带回了家抚养 但没过多长时间 这位女子觉得很奇怪 这只乌龟的个头没长多少 但脖子越来越长 而且每天都喜欢泡在水里 有一天朋友来到女子家里玩 看到这只乌龟后 就说出了实实真相 跟她这种乌龟叫蛇颈龟 它是一种脖子很长的乌龟 数量很少 在很早之前就被列入了 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的名单中 人们根本不能喂养 应该立即报警 将它交给有关人员抚养 感谢您的好评众